D��cene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客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做謝謝 大家早 Cry 我是小臉 今天的題目是 國家變變變 我又聽不到北京話 都聽到 台语和北京的谈谈 因为我台语不再练等了 这个第一个便是随便的意思 现在的人对国家的官僚很清楚 什么都叫国家 比如说两国国是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 不是有一个国制的就一定是国家 它的本质就是国家 它只是名字叫那样子而已 那第二个便是变化多端的意思 这个就比如说世界上的国家 是不是都只能有一个主权 比如说有一个国家叫安道尔 安道尔在法国跟西班牙的边境 它有两个主权者 所以不是一个国家就只能有一个主权者 那大部分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国家的形态其实变化多端了 比如说在这个梵蒂冈还没有建国之前 这个教皇或者是说圣座跟这个意大利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并不是说因为梵蒂冈在位于意大利境内 所以这个梵蒂冈就是意大利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这个梵蒂冈 圣座的权力往往会比意大利大得多 所以这个国家的观念其实是变化多端的 那了解这个世界上这些基本国家的组成形态 我们才能够分辨说 就是说能够分辨这些基本上的组成形态 我们才能够决定说什么是比较好的国家 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国家 否则台湾人一天到晚被这些政客操弄说 要建国啊要独立啊 那其实连国家的观念都搞不清楚 那只是被媒体耍着玩 被政客耍着玩 那这幅画不知道有没有清楚 这幅画 清楚的请举个手一下好不好 那我大概 这幅画是这个 17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叫 利维坦的封面 Liverton 所以你看这句 这句话说 就是这句话 拉丁文 我把它打出来 在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与之相比 这曲自旧约约伯纪41章24节 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网路上查这句话的典故 其实还蛮有意思 它会牵涉到一些 什么叫做主权 什么叫正义 的一些哲学的讨论 那这个 为什么要写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就是 这个作者霍布斯 他在探讨这个 近代国家的起源 怎么从军权神兽变成现代的国家 那有个很关键就是社会契约论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契约论的源头是卢梭 其实并不是卢梭 而是霍布斯 尤其 尤其他 他为什么取名叫利维坦 因为利维坦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怪兽 是海里 水里面的怪兽 那他其实还写另外一本书 那个书在讲英国内战 那他那个书的名字是一种陆地上的怪兽 所以其实他有点在比较这个 陆地形的政权跟海洋形的政权的差异 所以你如果了解利维坦 这本书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知道 陆地形的政权跟海洋形的政权 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哪一种比较好 所以其实利维坦这本书很深刻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找来看一下 但我们的时间不多 不可能多提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先从一个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观察说 从一则新闻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观念 其实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清楚 这个新闻是这样子 台湾今年 这其实是去年的新闻 去年 首次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要感谢北京 ICO理事会主席 这个ICO就是国际民航组织 今天对台湾媒体表示 他接到中国政府的监议去邀请台湾 所以决定邀台湾做他的来宾 这就是台湾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 如果你看 突然看到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感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想 因为是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 台湾才能去参加这个国际 某一个组织的大会 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对台湾有某一种管辖权 你会这么想吗 对不对 新闻这么写就会让你这么想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 这是事实吗 媒体就是这样操弄我们大家的想法 我就要凸显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操弄我们群众的想法 所以假设他这样的写法是符合事实的 假设 那你就会想 你第一个就联想 那是保护 台湾跟中国是什么关系 保护关系 宗族关系 附属关系 我说假设他写的这个 他真的中国对台湾有某种管辖权的话 假设 这三种都是一种不同的管辖权的一种关系 而且是很基本的 在21世纪以前就已经实践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了 比如说 什么是保护关系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 李氏朝鲜 在1910年之前 他被大日本帝国通过这个并和条约 和兼并之前 在1905年到1910年之间 他就通过了一个保护关系 大日本帝国是 这个 大韩帝国的保护国 那所以他的外交 外交全部是 由这个 大日本帝国来负责 他虽然是个国家 就是 那个大韩帝国 虽然是一个国家 可是他的外交全部都 外包给大日本帝国 所以这是一种保护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外 没有那个 独立的外交权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剥夺了某一种独立性了 但是还是有主权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的政客常会说 主权独立 主权独立 你会以为 这是一个东西 其实主权跟独立是不一样的概念 主权国家不一定完全独立 但是主权意味着某一种独立 你要晓得 主权意味着某一种独立 可是主权不见得完全独立 但是独立的国家呢 是不是一定拥有主权 不一定哦 所以 宗族关系 比如说什么 宗族关系就比如说 图伯 Tibet 图伯特 就是所谓的汉人讲 中国喜欢讲西藏 那 他也不是 他跟大清帝国的关系 一开始也不是宗族 他是到 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 至少是 至少是17几年以后 渐渐渐渐 事实上变成一种宗族 但是法理上还没有 但是要到了 差不多 整个西方的列强 进去大清帝国的时候 为了要去谈判 这个西方列强 在大清帝国境内的利益 所以才会确定说 图伯跟大清帝国 是有一个宗族关系 所以你看为什么 中华民国 他要有一个盟战委员会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中华民国为什么 要有盟战委员会 他为什么不是 汉满盟战委员会 他不是说五族共和吗 如果要五族共和 为什么他只写盟战 他也不写满盟战 他就特别只讲盟战 不是少数民族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 对台湾人洗脑 不是少数民族 其实你了解 他们的关系的话 其实那是一种宗族关系 他要去 中华民国他这么做 他就是要去主张 我说他这个 我是主张 我不是说他一定有这个权利 他是要去主张说 他继承大清帝国对 蒙古跟图伯的宗主权 OK 所以他那么做是有用意的 所以他没有废除 盟战委员会 但这跟原住民委员会 也不完全一样 那附属关系 比较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没有关系 我就不太提了 那这则新闻你看到 那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美国又在背后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下一页 那这个 我的顺序是这样 首先我是 先简介这则新闻 然后呢 你要注意这则新闻里面的 美国是什么 出席的身份跟原由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艾口的规章 最后我们引一个危机解密 来看看这个背后的动机 下一页 这个新闻是这样的 这个自由时报 在去年的9月23号 他说 这个 民航局长神起呢 率团到这个艾口年会 他说这是我国离开 联合后首次再回到艾口 他这样写对不对 觉得对了请举手 不对了请举手 不知道了请举手 OK 很多人都不知道 首先 我国是什么 中华什么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那请问中华流亡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国家吗 那不是国家怎么可以用我国 对啊 所以他就不对嘛 对不对 他就不对嘛 不管他是什么 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台北 你看他这边写 台湾退出联合国 然后又写中华台北 所以不管他这个我国 是要代表台湾 还是要代表中华民国 还是要代表中华台北 这三个都不是国家嘛 等一下我们就看 为什么不是国家 我们等一下我们就看 这三个到底是什么挖沟 他都不是国家 他怎么可以写我国呢 所以这记者 他的概念上就不清楚 或者他故意混淆 混淆概念 再来 所以你看 他说 我国 然后这边有写台湾 那请问是哪一个离开联合国 觉得是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 请举手 觉得是中国离开联合国 请举手 觉得是台湾离开联合国 请举手 事实上 严格讲 联合国在1971年的10月25号的2758号决议文 他是这么说的 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联合国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他说蒋介石的代表 我在强调是哪一个被 哪一个是怎么样离开联合国 所以他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他也没有提到中国 他也没有提到台湾 他说蒋介石的代表 所以是蒋介石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的那个政权 所以严格来讲应该是 蒋介石这个流亡政权 原本代表中国的那个流亡政权 他已经在那一天起 在联合国不具有代表中国的意思了 所以并没有涉及到 并没有涉及到政府的变换 也没有涉及到国家的变换 他涉及到是政权的变换 这个政权 哪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 代表中国 所以他联合国的席位上的名牌 还是写中华民国 即使现在到今天 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可是他的名牌还是写中华民国 那你说国际上会不会搞混 不会 他们很清楚的 他们很清楚国家只有一个 就叫做中国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 这有几个不同的概念在背后 国家 政府 政权 政体 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 他说 这个民进党立委管碧林 他说 这个IQO发给民航局的邀请函指出 文中以中国的台北民航局称呼台湾 对照世界卫生组织发给 中华台北卫生署的 世卫邀请函 台湾国际地位照大来话 请问 管碧林这样说对不对 不对嘛 为什么 因为 这有很多看法 比如说我就以管碧林的立场去想事情 管碧林是民进党的嘛 民进党是什么立场 民进党的立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嘛 对不对 姑且不论这是不是事实嘛 这是民进党的立场嘛 民进党的主张嘛 那我们就用他的主张来检验 他说 如果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中华台北 那他可以接受中华台北 他不能接受中国台北 所以也就是说 他认为中华台北跟中国台北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请问这是事实吗 当然不是嘛 我们等一下就看到 不论是中国台北或是中华台北 他其实都是Chinese Taipei 他的英文只有一个 他只是翻译问题 他用翻译在糊弄台湾人 OK 这个 所以呢 你看这个神奇回应 特要贵宾与观察员权限相当 事实上这个也是好小啦 因为你如果去看这个 国际民党组织的规章的话 他会说 他有规范这个观察员 观察员的权限是 他不能投票 但是他可以在公开的会议 可以参与这个讨论 他可以参与讨论 他只是不能投票 那这个特邀贵宾呢 其实也不是特邀啦 就是来宾 来宾呢 根本就没有被规范 他只是 他要发 人家发邀请函你才能去 而且都是坐在最后面 旁听而已 没有什么地位啦 就是路人啦 湘民 所以呢 所以这个民航局长也是在胡说八道 然后他说 以往未加入ICOS最新措施都是有邻国告知 你看哦 他如果是管辖台湾领空的台湾当局的民航局局长 他 这个民航的最新措施呢 他 他都 他都不被告知的 哦 你应该把手机关掉 然后 你看哦 他说最离谱的是 国际民航组织呢 在中央山脉规划一条航道 台湾却是最后才知道 包括航路高度方向管制等非常细节 都是后知后觉非常危险 人家在 台湾的领空规划航道 你管辖台湾当 管辖台湾的这个民航局 他居然都不知道 他真的有台湾这个领空的管辖权吗 没有嘛 他已经讲很 都已经不小心讲真话了 你看这就是神奇 那名牌写什么 Gast 所以他不是Special Gast Special Gast还是特别来宾 一点都不特别 Chinese Taipei有没有 你要翻成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不都一样 CAA就是民航局 所以这个出席身份语言又是这样的 1944年呢 52个国 这个国你现在只要听到国 或是看到国 国家 你就要去想 这个是哪一个英文 跟这个相关的有三个英文字 我们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一个是country 一个是nation 一个是state 你要去想 这个国是哪一个 哪一个英文字 这国际民用韩国公约 因为在芝加哥签的 所以又叫芝加哥公约 他是在1947年的 4月多生肖 然后这个 你看哦 这个中华民国本来是 创始会员 但是很好玩的是 他是在 1951年的时候退出了 然后他在 1953年1月 在这个地区的航行会议呢 他又以观察员身份 我们已经知道 观察员是不能投票的 所以这个地位是 不是很高啦 他本来是创始会员哦 权力很大 就他先退出 然后再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然后呢 当这个台湾 被承认为 空中飞行管境中心 之一的时候呢 这个国际民用主席 才重新通过 ROC政府重新加入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这背后透露了一些事情 但是 可能我今天时间不多 我就不提这个 如果你了解这个事情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台湾的地位 那1971年10月的时候呢 其实你听完有的演讲 你可以去想这件事情 其实打眼睛在后面了 1971年10月的时候呢 ROC退出IQO 其实表面上是这样 其实是蒋介石的代表退出 被驱逐出啦 那美国做什么事 美国从2010年开始 陆续通过一些决议案 他要求国务院支持以观察 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这个国际民养组织 那中共做什么事 中国他在2012年9月的时候呢 在APEG领袖会议之前的联胡会 这胡锦涛跟联战说 中国方面将会认真研究 台湾以适当方式参加 那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在炒作 为什么 他并没有真的实际作为 放放风声而已 实际上有真正作为的是美国 在2013年6月18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第1151号 你要注意哦 法案的英文叫Bill 就是那个支票那个Bill 不是这个决议案 是法案 决议案跟法案不一样 决议案是没有约束力的 即使它被国会通过 都没有约束力 可是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比如说在6月27号 参议院也通过这个 1151号 这个国会通过就叫做act 行动那个英文字 7月12号 欧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就是law 这个法律 就是对美国的行政单位 是有约束力的 他一定要做 否则他就违反他们的职责 所以 这真的是有做事情的 不是像中国这边放放风声而已 炒作 所以他也是要求美国国务院 推动在去年的9月 大会上接纳台湾的观察人身份 中国看到情况不对 他在欧巴马签署之后 他赶快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指出 美国国会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了 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额联合公报原则 这样对不对 什么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 一个事实是这样的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只会有一个主权政府 不管这个主权政府被承认的是哪一个 都只会有一个主权政府 否则就分裂了嘛 对不对 就内战了嘛 但是呢 那什么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 他承认 他在这个时候 他承认那一个代表 合法代表中国的那个主权政府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好不好 这牵涉到一个政府承认 不是国家承认 是政府承认 所以呢 但是美国国会这个法案有违反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刚的法案 记得他刚刚的法案写什么 他刚刚的法案写说 要求国务院推动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加入ICOL 对不对 所以他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台湾 请问这个台湾是什么 台湾就是台湾统治当局的简称 所以这个 中华民国或是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他的另外一个真正的身份 叫做台湾统治当局 所以美国那个法案 他影响的是台湾统治当局的 那一个头衔 而不是流亡政权那一个头衔 这样就理解了 所以中国这样讲是不对的 可是他这里你看 他说外国势力的介入于事无补 你要注意哦 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一个叫做法律 那是一个美国国内法 所以中国知道 那是美国国内法 可是那个美国国内法 可以影响到台湾当局 所以这意味着他知道 美国在行使 美国在透过那个国内法 在行使对台湾的某一种管辖权 所以他才会讲外国势力的介入 所以中国是很敏感的 你懂吗 中国很敏感 即使他这边说的是错的 然后你看台湾当局的反应是什么 台湾当局在之后呢 就接受美国的安排 比如他就这个 台湾当局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的 就发庄文就是说呢 他也是 台湾当局也是要用观察人身份 参加这个ICO 所以在8月8号的时候 他从来台湾当局还是 就是说听从 听话 听美国的话 但到了9月的时候就发生变化 所以9月的时候 这个新闻一出来就说 这个理事主席 理事会主席怎么会说 是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 但是你看下一段 美国国务员就说 并不是中国政府建议 而是透过国际合作 那为什么这么说 也就是说 下一页 下一页 也就是说 其实是因为中国反对 中国是说 只有非缔约国和国际组织 才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所以邀请台湾做观察员 并不合适 所以他们才把观察员改成来宾 这样懂吧 本来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 就是要求说 要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ICOL 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 才不能说变成观察员 而是用来宾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新闻的意思就很不一样了吗 它本来新闻是说 因为中国政府的邀请 台湾才能以 特别来宾的身份加入 参加这个会议 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抗议 反对 台湾当局才不能以观察员的身份 加入这个大会 而是以来宾 所以这个新闻 因为它文字的使用跟排版 因为它把那个放第一段 所以你就会误导你对这个新闻的认知 这就是一种操作新闻的手法 我再下一页 我再下一页 上一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那样反对有没有道理 你要知道中国反对了有没有道理 你就要看一下这个ICOL的规章 比如说在这个 2012年第七版的ICAO 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 Assembly是大会的程序的标准规则 它是说呢 规则五 它讲非缔约国与国际组织 它如果被理事会或大会邀请的话 它可以用观察员身份参加 所以你突然看到 对啊 大会的规则 它只有讲非缔约国与国际组织啊 台湾都不是这两个啊 或者说中华民国也都不是这两个啊 目前啊 事实上你要再往下看 它并没有说这个之外 它只有规判这两个 让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来自这篇论文 它说 这个是 现在我们来看理事会的程序规则 我刚刚看的是大会的程序规则 我们来看理事会的程序规则 理事会的程序规则是说 观察员为代表 一位于理事会占有席位之缔约国 一非缔约国 一国际组织及其他团体之个人 经由其国家组织指定并授权参与 对动议或休战不惧投票提案或付一支权利 持有被认命之凭证文书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规则 你至少要理解什么是国家嘛 缔约很简单就是有签约的国家嘛 那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际组织 什么是其他团体 你至少要了解嘛 否则你怎么看得懂这个 这个段落 那所以你看哦 这个他的理事会的程序规则 就比大会的程序规则要广泛了 他还包括 他除了非缔约国跟国际组织以外 他还包括这个跟其他团体 那这个其他团体的英文叫body body 身体那个body 所以比如说这个其他团体 就可以包含什么 包含被占领地区的管理当局 因为被占领地区的管理当局 既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OK 这么有例子的 比如说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德国被四个国家占领嘛 那美国 比如说美国占领德国那块地方的时候 美国的代表去参加这个国 ICOL的时候 他也是有两个头衔耶 就是有两张名片 什么名片 一个是代表美国自己的境内的领空 他的人民 一个是代表他占领德国那块地区 所以美国他本身也是有两个头衔 所以 所以你刚刚我没有提到那个说 为什么中华民国要先退出 再用冠材人加入 这就跟那个有关 因为你想想看 那一年发生什么事 那一年发 1951年发生 这个签订就禁家和民条约 这跟那个有关 但是 大家如果想知道 可以听我之前的演讲 我之前的演讲有提到 那 在1991年的这个区域会议指南呢 他也把观察的定义 包含这个其他团体 然后根据第五届大会决议 他说 邀请非订阅国籍公司 国际组织参与未来大会的权利 授予理事会 所以也就是说 虽然大会没有规定 可是因为他已经把权利授予理事会了 所以理事会是可以做主的 但是理事会的定义 是有包含其他团体的 所以其实 中国这样反应就是没有道理 懂事吗 所以美国通过那个法律 是有正当性跟合理性 OK 继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背后的动机 这背后的动机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是来自台湾危机解密 你们可以去网络上自己查 那我就简单讲一下 他说 美国在来协会处长杨淑蒂 在2007年12月20号 会见当时的国安局秘书长陈唐山 讨论台湾海沙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参与讨论的还有联络事务处 州主任 国家安全会议 张副秘书长等人 这个美国在来协会是什么 它是一个代表美国的民间组织 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有点像是 以前的那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或者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它也是民间组织 可是它代表的是 殖民国的那一个主权权利 它可以战争 它可以跟 它可以发动战争 它也可以有签订条约的权利 那这个 在来协会当然没有那么强 但是有点类似 它代表的是美国这个占领者的 主权权利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 它有多有力量 多有power 杨树蒂要求 台湾当局不可运用政治或媒体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问题 也必须跟美方充分协商 才能发布任何相关的回应 你看哦 他居然可以要求台湾当局 不能怎么做 不能怎么做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power 什么是power 什么是权力 力量的力 power就是说 我可以禁止你不做什么事 而不是right right是什么 就是ri ght 权力并不是说 一定可以禁止你不做什么事 权力是 通常是意味着某一种正当性 所以这句话就代表 这个杨树蒂 或者这个美国再来协会 它对这个台湾当局是有power的 有authority 其实当局就是authority 也就是说 这个authority 什么叫authority authority 就来自这个author嘛 对不对 author就是作者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authority authority就是代表 它的权力是被授予的 因为这个author是要签名嘛 懂为什么 它的权力是来自签名的 是来自授予的 所以这个台湾当局的权力 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宪法 不管它用什么基本法 它什么宪法 这个台湾当局的权力 不是来自他自己 而是来自于 那个对他有power的 这样你就懂了 其实这英文是很妙的东西 它从很多小的细节 你会看到很多很关键的东西 所以你看 它也要求 台湾不可对这议题 进行政治操弄 也必须美方磋商 才能发布任何的军事行动 他刚刚说不能 不能随便渲染民用航道 对不对 现在又说不能发布任何 不能 不能进行政治操弄 然后 他要跟美方磋商 才能发布军事行动 所以谁拥有这个 台湾的领空跟军事管辖权 美国嘛 对不对 继续 继续 上面上一页 你看他说 陈唐山也同意 会在军事活动前 第一优先跟美方磋商 陈唐山向杨书帝保证 陈军兵总统或是国家 都不会介入军事讨论 多乖啊 马英九更乖 杨书帝告诉陈唐山 他已跟李天宇 那时候的国防部部长 李天宇部长交代好 要持续跟美国再来协会 保持联系 你看哦 这个是国防部部长 国安会主席国防部长 杨书帝可以跟他说 你回去转告 陈随便 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下一页 所以从这个新闻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际组织 流亡政府不是国家 也不是国际组织 能否代表台湾 台湾当局不是国家 也不是国际组织 能否代表台湾 谁拥有台湾的管辖权 这个我们答案呼之欲出了 但是我是用一种 我是用危机解密 去给你有一种感觉 事实上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法理的证明 我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很短时间 我只能以危机解密 给你一种感觉 张凤强事件与ADIZ 这个就会涉及到这个领空的管辖权 所以这个跟防空识别区有关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 下一页 这个跳过 下一页 下一页 这个是类似 完全类似的 也就是说 现在台湾当局能够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是用观察员的身份与会 其实也是因为美国先通过 国会先通过一个法律 然后欧马签署 通过这个法律 然后推动台湾当局 观察员的身份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时候是成功的 OK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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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新闻 你就会发现 如果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要以台湾卫生实体的名义 成为观察员 如果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要等到美国表态 外交部查看评论 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何能够成为管辖台湾的台湾当局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我觉得各位如果今天来到这里两三天 这是一个你最主要去思考的问题 这个背后 你要去了解这个答案 你就一定要理解战争法跟战争的过程 因为台湾的问题就是战争遗留的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战争法 你无法完整的回答这个答案 为何美国对台湾当局有独排众议的发言权 我们下一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管辖权的概念 那个麻烦点一下影片 应该是第一个影片吧 而这一次呢 是为组织的文件矮化台湾国格的风波 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长赛比优斯呢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很明确地表示 没有任何联合国的机构 有权可以片面地决定台湾的地位 We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certainly pleased to support the effort to give Taiwan an observer status in 2001 and welcomed the engagement of Taiwan I had the opportunity yesterday to meet with the Taiwan Minister of Health in the delegation We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 WHO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s that no organization of the U.N. has a right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aiwan and that includes Taiwan and China in discussion and we very much support that and go forward 這則新聞的結論就是這個 美國的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句話什麼意思 有誰知道 那背後的弦外之音就是這個 管轄權 什麼是管轄權 你如果要查這個嚴格的法理定義是很抽象的 其實還蠻抽象的 不是那麼好理解 可是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讓你有個感覺 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個家庭裡面 是爸爸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只能選一個喔 對 請問爸爸的舉手 請問媽媽的舉手 差不多 那為什麼是爸爸 媽媽是爸爸取過來的 可是有很多社會是反過來啊 還有那種入罪啊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媽媽 自然法 那你就很清楚了 那你就很清楚了 因為根據自然法 不要去分父系社會母系社會 為什麼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因為只有媽媽知道這個小孩子的血緣嘛 他的爸爸是誰嘛 因為小孩子是媽媽生的 所以只有媽媽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所以當這個小孩子要決定繼承哪一個家庭的時候 對不對 你不知道爸爸是誰 你怎麼是繼承哪一個家庭 所以這就是自然法 它是很natural的概念 很natural的概念 不需要什麼理論 它就是自然 人的人性 對不對 你要決定一個家庭的繼承 你一定要知道小孩子的爸爸媽媽是誰嘛 所以因為小孩子是媽媽生的 所以媽媽才知道這個爸爸 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所以這個媽媽就在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繼承問題的時候 他有決定性 所以他對這個小孩子有管轄權 在同樣道理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一個領土的繼承問題 也是一樣 誰能夠決定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 這個領土 是不是他的主人是誰 能夠決定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有管轄權的人 比如說監護人啊 對不對 小孩子沒有長大之前 他不一定照顧他的不一定是爸爸媽媽 有可能是某一個監護人啊 法院委託的啊 或者是父母委託的啊 所以這個監護人 就對這個小孩子有管轄權 所以小孩子沒有成年之前 是不是都是要監護人蓋章 所以這個監護人蓋章這件事情 就是反映了這個監護人的權利跟義務 他有權利要去照顧這個小孩子 在他成年之前 在他獨立之前 所以這就是管轄權 所以美國說這個話意思是什麼 他說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 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們都沒有權利啦 我才是這個小孩子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啊 你懂我意思嗎 他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 為什麼我剛剛 美國要通過法案 讓推動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組織 因為那是他這個監護人的職責啊 台灣這個小孩子不能加入國際組織 也是因為他這個監護人怠惰啊 懂我意思嗎 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干預啊 不是中國干預啊 所以台灣人要理解這些事情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是第二個管轄權的案例 這也是來自維基解密 這自由時報有報導 在2007年的時候呢 美國曾經行文這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要求聯合國不能再 未來不能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用語 這你們也可以去網路上查 繼續往下看 繼續 繼續 點一下第二個影片 你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能不能證明台灣是國家 這個影片製作人認為可以 第二個影片 走私報告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怪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事替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馬克雷元大使說 停住吧 所以呢 跳回來 跳回來 就是跳到頁面 頁面 那個投影片頁面 所以 這個美國國務卿萊斯說 台灣的台灣嘛 然後他說 and the countr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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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因為 記者或者是個影片的製作人 他把country翻成國家 所以他就覺得 他這個這樣就證明了台灣是國家 這樣對嗎 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這是我們今天的某一個主題 重要的主題之一 就探討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哪一個才是國家 法律 國際法裡面 國家的 英文字 下一頁 我們從這個 台灣當局參與國際組織的能力 想想台灣當局的本質 台灣的地位 跟什麼是國家 下一頁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這是 亞洲開發銀行 叫ADB Asia Development Bank 這個ADB呢 他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這個中華民國本來是 ADB的創始會員之一 下一頁 但是他在 1983年的時候呢 因為他已經 1983已經 他已經跟這個 美國政府斷交了 所以 中共想要加入這個ADB 所以 他就要求說 中華民國 台灣當局呢 可以繼續使用台灣China 留在這個ADB 但是 美國是建議用台北China 你不覺得這台北China 就跟Chinese Taipei很像嗎 他就是Chinese Taipei的變形 所以美國不能接受 台灣China 他不能接受中國台灣 他可以接受中國台北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認為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但是結果是什麼 往下一頁 結果當然是接受美國的建議啊 因為美國是台灣的監護人嘛 好 再來下一頁 下一頁 好 有趣的來了 在19 就是 香港回歸 回歸後一年 香港是1997年吧 所以1998年的時候呢 香港也想要加入ADB 所以他怎麼加入 所以他就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 那你就會覺得很好玩 那不是會跟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混淆嗎 所以這個亞洲開發銀行呢 他也非常有創造力 他怎麼辦 他就把這個 鬥點後面的空一格去掉 那我們學過英文文法都知道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不然是文法錯誤嘛 可是你去如果 你現在去ADB的官方網站查 還是一樣喔 台灣當局的名字還是這個喔 也就是說這個台灣當局 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啦 多悲賤啦 那我們台灣 台灣人又被 這麼悲賤的當局代表 我們台灣人有多悲慘 自己當奴隸不知道 很開心的 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跑來跑去的 好 下一頁 這是一個也是很有趣的案例喔 那叫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就是我們去外面買零售產品喔 比如說你說那個 查理王啊 爽健啊什麼的 你看他的一些條碼 通常是有8碼跟13碼 我們就舉13碼為例 13碼你看前面的2碼或3碼 你就可以判斷他的 什麼 生產 還是登記 新聞就有報導嘛 不是生產國 而是出 而是登記國嘛 對不對 新聞都會報國嘛 但事實上那個真的是國嗎 是登記國嗎 比如說這個590是在哪裡 590是在波蘭 請問他是指波蘭這個國家嗎 好 我們就 下一頁 所以他這個EAN 就是13碼這個 這個條碼呢 他的英文是用country 那所以 問題又跟剛剛一樣了 這個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在這裡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我們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 你看這個台灣是471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查理王上面一定前面前三碼還是471 那這個香港 香港是489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對不對 香港不是國家嘛 香港有country code耶 所以香港是一個country 沒有問題嘛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好 這個馬靠 馬靠是什麼 馬靠是澳門 那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啊 可是澳門也是有country code啊 那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 好 不過嚴格來講啦 台灣雖然有country code 那台灣是country嗎 欸 我們知道country 在這裡不能翻成國家嘛 可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是不是真的是country 雖然台灣有country code 台灣也不是country 因為在美國的外交手冊裡面 他寫得很清楚 如果有機會 我下次再舉給大家看 他不承認台灣是一個country 但是為什麼他會有country code 這就是美國他們常在玩的一個把戲 在英文裡面叫Deem us Deem to啦 就是說 視為 把台灣視為一個country 就是他要做一些事物性的處理的時候 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他把台灣視為一個country 所以在台灣關係法也是 台灣關係法他把台灣視為一個境外的country Foreign country 這樣就瞭解了 country不是國家 台灣連country都不是 OK 好 謝謝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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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時間不太夠 上面一頁 比如說這個啊 國際標準化組織的也是一樣 他的條碼 他的號碼 他也是用country code 可是香港 你看香港也是有條碼 巴勒斯坦也是有條碼 可是他們都不是國家 好繼續 第二個英文字是nation sovereign nation 什麼是sovereign nation呢 這個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2004年的時候訪問北京 然後接受香港鳳凰衛斯的採訪 他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並不相有主權 你看喔 所以這裡用的不是country 而是用nation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這個 好再往下看 這個就是這一個 他說 這個 美國國安會的主任韋德說呢 聯合國的成員需要國家 這個國家是stay 因為他這個國家資格就是stayhood 國家地位 台灣或中華民國在這一點上 都不是國際社群中的國家 他的國家是stay 所以就是有三個字了 country nation state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國家 我們下一頁 好 再往下 再來 再來再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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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一頁弄完 再來再來再來 好聽 上一頁 所以他只有三個字 country nation state 這是什麼 代表什麼呢 country C-O-U-N-T 是英文的伯爵的意思 所以 這就相當於一個伯爵的領地 所以他就是說 有共同的 共同的風俗 共同的制度 要繳一樣的稅 可能 民法上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這種叫做country 那 那 所以我覺得最好翻成疆域啦 現在來講 因為疆域不一定有國家的意思 那這個 nation是什麼 nation 它那個語言是 to be born 就是被生下來的 say right 從say right 因為是被生下來 所以牽涉到的是語言跟文化 所以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有的人會翻成民族 有時候又有國家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翻成幫會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這樣 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又是國家的意思 那這個 stay是什麼 stay才是 真正這個 國際法裡面 主 這個 我們在講主權國家的那個英文字 或是簽條約的那個英文字 它為什麼呢 它是stay的語言是站立起來 它代表了一種意志力 這個 我一開始不是有一個封面嗎 一個巨人 拿了一把寶劍跟一個權杖 對不對 那個巨人就代表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霍布斯說什麼是一個國家 國家就是一個人造人 那個巨人的每一點 它有很多一點一點的 它每一點都是一個人 也就是說這每一點每一點的這個人 組成的這個人造人就是國家 那憑什麼把這一群人組合起來 它不是一團散沙 憑什麼 就是社會契約 就是 怎麼形成這共同體 就是社會契約 所以 這個就是真正現代國家的起源 好 繼續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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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時間不夠 繼續 好 聽 這一個例子就是這樣子 聯合王國就是俗稱英國 俗稱英國 它是位於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而且是由君主控制皇權的一部分 所以 你要注意喔 黃泉跟主權 你要去區分喔 你要去想想看啦 一不一樣 然後 間為黃泉一部分的 不列顛群島是黃泉屬地 承認黃泉之前的獨立邦為邦園 的 所以你看黃泉下面有幾塊土地 比如說 這個英國女皇 它下面可以 可以 有這個 英國 有這個 不列顛海外屬土 也有這個 common will spring 共主的啦 有共主的 還有這個 Crown Dependency 黃泉屬地 這個 這個BOT就是包含 回歸前的香港 繼續 所以 你看喔 英國什麼叫英國 英國的全民是 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簡稱英國 它實際上有四個country 它有四個country 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 北愛爾蘭 每一個country 都是一個 sovereign nation 所以這是一個state 這個state叫做 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 這個state有四個country 每一個country 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所以你就知道 country nation state是一個 不一樣的概念 但是有時候 它會有 概念有重複的時候 它就會混用 這樣子 那不列顛邦聯齁 就是來自這個 大英帝國的 所以它有 共主邦聯十六個 目前啦 自主君主國 有五個 然後還有一些共和國 所以它是有 不同的組成 不同的組成 最近退出一個叫做 叫什麼 甘比亞 甘比亞是不是 去年十月退出的 然後其他還有 黃土還是什麼 黃泉屬地 跟不列電草屬土 所以 這個 並不是屬於英國的喔 即使他們都是 英國女皇管的 就是說 在英國女皇的 黃泉之下 或是說 她的主權之下 她的黃泉之下 但它並不是屬於 英國的國家 英國這個國家喔 雖然英國國家可以 外包它的 某一些事物 比如說 國防外交 但是它 它並不是屬於英國的 所以你就知道 國家這個 概念是很複雜的 好繼續 然後 你就拉到 最後面 拉到最後面 我們時間不夠了 一直往後跳 這個 就沒時間講了 一直拉後面 再往後 往後 往後 到那個 再往後 好啊 往上 停 我們來講一下 那什麼叫主權在民 就是民主社會 常常就會 或是公民社會 常常就說 啊主權在民啊 所以投票決定 我們來想想看這個問題 這個 主權在民 最早是來自盧梭嘛 我們看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下一頁 盧梭是說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 可以簡述如下 我們每一個人 把他的 與他的權威 自於公共意志的 至高至少之下 而且 群體接受每一個人 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 每一個人就是那個巨人的一部分 好繼續 所以如說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第一部分要形成這個公益 也就是說 一群人 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他要先要有一個共共識嘛 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或者是說 我們決定 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共同的事物 這也是一種共識 那這個主權者 然後這群人去 產生一群代表 一個或一群代表 這個代表就叫做主權者 除非是直接民主的國家 他才會 每個人才是 每個人的主權者 否則一定是會有代表 那代表就是主權者 這個最高的代表 就是主權者 他代表公益 然後這個主權者 又可以授權 給一些刺激的法人 就形成政府機關之類的 或是當局 那就變成 由當局去實行公益 所以盧梭的理想是說 主權者不能實行 政府不能 因為主權者要代表 政府要實行 所以他為了要 怕獨裁 如果這兩個合一的話 盧梭擔心會獨裁 不過 其實現代國家很多 並不完全分得這麼開 他們用別的方法 去避開了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所以2到3是授權 1到2涉及公益 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或準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國體就有點像是 董事長產生的方式 政體就有點像是 總經理或是執行長 產生的方式 OK 繼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是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益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 要服從多數人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 來表決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 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益的表決 所以盧梭問說 憑什麼 憑什麼 為什麼可以用民調決定所有事情 我沒有被民調問到啊 他沒有被民調問到 為什麼 那如果這樣就可以決定事情 那每一個政黨都自己成立一個民調調查 每一個都說我的民調代表所有的人民 這就在操作民意嘛 操作所謂的民粹嘛 但是盧梭就在怕這種事情啊 所以盧梭就說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曾經全體無益的表決 也就是說要 這也是要經過一個共識才能這麼做的 你便需要先形成一個共同體才能這麼做 那台灣是不是 台灣以前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天皇陛下頒布造書 讓台灣人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人民 以天皇陛下為我們的主權者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形成了一個公民社會 可是呢 現在不是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台灣土地上 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所以身份不一樣 並不能因為認同 喜歡 每天去711捐錢 每天資源回收 他就是 他就變成 有相同 變成有約束力的那種共同體 就像 男女互相喜歡 不會因為同居就變共同體嘛 對不對 要結婚嘛 要透過一個儀式 要透過公認 那才會有約束力 好 繼續 繼續 再繼續 所以結論是這樣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議治參與主權權娟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所以 也是說主權者也是要 照自然法 照 萬國公法去做事的啦 他也不是 能胡作非為的 主權在明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 原制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也不是人民擁有主權 這樣了解嗎 好 再繼續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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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跳到投影片最後面 投影片 最後面 等一下 給我幾分鐘 好我們講一下什麼是台灣 台灣關係法 那當你在一個段落裡面看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想這個台灣代表什麼 台灣關係法第15條說 台灣一直是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島上的人民公司 公司的英文是corporation 應該翻成法人 法人比較精準 法人以及適用這些島嶼法律 而設立組成的其他團體機構 也就是非法人的這些團體機構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的這個台灣自理當局 跟接替的自理當局 所以一個台灣有五個概念 哪五個 地理概念 人民 法人 非法人跟自理當局 它可以因此情況需要 而去解釋 所以你看到一個台灣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這個台灣 一定代表台灣人民 也不要覺得這個台灣 一定代表台灣當局 你要去看前後文 即使是台灣人民 它是用 島上的人民 它也不代表本土的台灣人民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童心 下課休憩 啊我靠會當用餐啦 各位童心下課休息 然後外面可以用餐了 謝謝 然後還有請 之前有上過高級班的童心 到這裡來簽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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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